副理派出所夜间执行勤务时 接获民众报案说 马路上有一个男子在睡觉 原警马上到场查看 发现这个男子倒过在路边了 而靠近他浓浓的酒气扑鼻而来 原来这个男子晚上在朋友家喝酒 回家的时候不生酒粒就直接倒在马路上了 警方表示入内之后 村庄道路昏暗 很怕这个男子会发生意外事故 赶快把他给扶回家 实在是太惊险了 副理派出所在夜间执行勤务的时候 接获民众报案说 马路上有一名男子正在睡觉 副所长以及警员马上到现场查看 发现真的有一名男子倒过在路边 靠近这名男子的时候 浓浓的酒气扑鼻而来 原来这名男子晚上在朋友的家中喝酒 回家的时候不生酒粒才会倒在马路上 副所长表示 由于入夜之后村庄的道路昏暗 生怕这名男子发生意外事故 立刻搀扶这名男子回家 才不至于发生交通以及意外的事故 避免憾事发生 预理分局也提醒民众 夜间应该要穿着亮色衣服 以提高辨识度 也呼吁饮酒要适量 不要酒后驾驶动力交通工具 以及慢车脚踏车 酒后请找代驾或者是搭乘 计程车回家 千万不要拖着无力的身躯自行返家 以防止意外以及交通事故的发生 记者高双双预证采访报道